即将在4月21号率团访问台湾屏东县的德州福变郡郡长 Horbert Hebert 本周二4月7号在Sophia Ranch举行了一场行前说明会 说明此行将和屏东县缔结友好关系 将针对产业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交流 并将参观客家村庄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为双方未来的经贸交流开启了一扇门 由休斯顿客家会前会长同时也是乔务咨询委员中桂唐 促进委员常中正及客家会会长刘志恒极力促成下 德州福变郡郡长Robert Hebert将率领产官学界 及休斯顿客家会四代表一行共15人访问团 于本月21号将访问台湾屏东县签署友好关系协议 为双方未来的经贸交流开启了一道方便之门 访问团临行前本周二在Sophia Ranch 举行了一场行前说明会 由Robert 郡长及随行代表一同出席 说明此次访问团的目的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来到台湾的领域 我们来到台湾的领域 我们来到台湾的领域 我们看待到它 我们听到很多地方的地方 我们说是很美 我们来到大众的领域 专业和计划 the purpose is to meet the people of Pingdong, introduce ourselves, and talk about the chance to pursue a common interest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a two-way street.The chemistry has to be right. I believe it will be based on the welcome that I've had from Taiwanese Americans that live here in Fort Bend County. They'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and it's just our way of reacting to the fact that it's a world economy, and the most diverse cou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engaged on a world level. So we're delighted to make new friends, and we'll have new friends in Taiwan when we get back. 應邀出席的駐休斯頓經文處黃敏靖處長,對於僑借能為國家與主流政府機構搭建交流平台表示肯定。 我們覺得在台美之間能夠有更多的實質的交流,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 不管各個層面、經貿、教育、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能夠多多增加、多多合作, 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以及互相的機會。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我也非常鼓勵我們在休斯頓地區的各個僑界、各個社團能夠繼續跟我們一起努力來發展 和台灣各方面的關係來促進我們雙方人民之間的最大的利益、共同的發展以及共同的前景。 將隨團返台的休斯頓客家會會長劉志恒表示,這次除了簽訂友好關係協議外, 也將進行教育方面的實質交流及文化交流。 我們去的目的最重要就是跟屏東結為友好城市之外, 最重要的我們是有兩個除了地區友好,另外有兩個大學跟高中的學生交換計劃。 然後還有我們準備以後的文化交流。 現場安排播放了福便郡及屏東縣介紹短片。 喬教中心主任莊雅書、副主任李美茲及教育組長周慧怡、何仁傑組長也都到場和代表團交流。 並預祝訪問團此行圓滿順利、滿載而歸。 alright,是吧?